後來我已經明白 他因為要長期看這節目 就立即下載錄 就立即放上去其他地方 他要掌握那個快速 不想要的 現在我是YouTube免費的 你照錄你照放 OK 那好了 我就只能夠 笑馬有人 沙脫地做 我經常都說啤梨最糟糕是甚麼 有些人說 這個每次開麥克風最糟糕是怎樣 最想糟糕又怎樣 誰有人知道我 我免得說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他平時寫文章都OK 有時有些角度我都要看脫思考 是嗎 不要說了算了 那個漏口仔 黃西甲 有很多東西是性格決定命運的就算了 但我其實不認識他的 我知道 性格決定命運 無所謂的 因為他有些東西我都很喜歡看 有時都會刺激到我的思考 不要緊 但最糟糕是甚麼 你又不管 又不看無事 你才糟糕 如果有一個人 即是叫肥歷 天天追擊你 又有一個 不知道甚麼頻道 天天追擊你的時候 你無事 不看不理 最想糟糕就是這些 這麼想糟糕 有時有人送一條連結給我 我都免得看 那些人說 你免得是否因為你 你免得接骨氣 不是的 我好想多事情去做 我沒有空 因為老實說 這件事是很難的 我未來都去到化境 但是在我認識的人裡面 包括年紀大小的 我都算是做得很好 這件事就是完全不理人 即是你回覆兩句也好 由一年兩年 你不知道多少年 人家吸引你的節目 吸引你的影片 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因為他被人說 侵犯退版權 將他玩甚麼 失道勢 千方百計 然後又寫字 打很多字 你竟然一粒字都不理你 你才糟糕 你很簡單 我幫他平反 我是 我幫他聲討你 我是 我是很簡單 我是用一個信念 就是 Don't make stupid famous 第一 喂 我是一個selectivity 我有名有姓 我走出街 屌你了 坐的士也不用付錢 警察看到我都差點 說馬sir是這樣的 屌你了 我管得多東西 第二 我在未入行之前 我已經很理解這件事 就是 這個世界上最關心你的人 其實 真的只有你自己 如果管得太多 你真的甚麼都不用做 譬如 你去追求女兒 追求女兒 在公司裡面 但是怕被老闆知道 怕別人笑 或者 我女兒終於發展到很厲害 你跟她撇 又怕別人要說 其實我跟你說 這樣的例子 當然容易 你是要別人說 就是要怎麼做人 糟糕 如阿嬌 阿嬌 阿嬌 當然這件事我們仍然記得 其實不是很糟糕 但其實有甚麼事 誰會有空 經常說你 嘩 你了 就算是又怎樣 口狠一兩句 有甚麼事 你根本就不用理 他現在又有自己幸福 他人生仍然繼續走得很好 你理人 哇 大佬 這麼多 還有 特別是那些粉絲 反轉豬兔 可能你只不過是 可能你只不過是 因為我看到太多了 三個粉絲上來 有兩個 你記得那個名字 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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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是 接著呢 就在港樓 多事做 港樓 他就屌你了 老母 就可以生死你 就可以 那你是不是要用你去呢 難道 我是這樣照顧這些人 我沒有空 我只是一個稀人 屌你老母 我只不代表很多人 你知不知道誰 就對我說過 《脱業子程》 《脱業子程》 我不懂的 人家弄了你很久 你說不懂人 《脱業子程》是女人來的 不知道 一隻貓 一隻貓來的 什麼事 他在哪裡搞的 他在哪裡搞的 不用說 每天天搞的 你都不理人家 知道你幾糟糕了 有個叫《脱業子程》的人 還是《脱業子程》 還是跟那個人 I'm so sorry 對不起 阿嬌 你要道歉 聽我的名字 阿嬌 好像是女人的名字 你要道歉 老實說 如果你是女人的 你就叫我 我直接 66982429 要不要介紹自己 當然要介紹自己 OK 所以 還綁體統 然後叫我們這樣 我理你了 老實說 你去到這樣 然後有些 我為了聽眾 我都沒有辦法 我都有些私心 因為我們現在多人看了 除了最激進的班 都可能會有些黃絲 不要緊的 多很多 這次就只要高智慧 而我這樣的人 糟糕了 一想早看 一想通的 那是要賺錢 要移民 要送兒子去外國讀書 跟他拿外國護照 然後就笑看風雲 如果香港好 我會怎樣 回來 因為這是我肚身肚腸的地方 我會唱首 香港我心中的 哇 陳美麟 或者唱首 我月明光歸香港 然後呢 還要哭 嗯 OK 如果香港不行 怎麼辦 好聰明啊 兒子 你怎麼這麼記住 老大老了 你要記住 中國是一個 漸白的社會 一天沒有鬼佬 看著牆 日後你做老爸 都不要被這些子孫回中國 不要被這些子孫回香港 現在在美國既然住得好地地 就在那兒安心立命 給心機盡量投入社會 廣東話 不想讓他學 即是說個孫難 不要讓他看 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 還想到我們香港道 看廣告 完全 不是 看廣告 看Netflix 是 完全 你想做個外國人 這是老爸 最後要對中谷 你這樣說 你香港玩完了 我沒有玩完了 那就好多不值 我說幾多不值 我說沒有不值 想什麼聲聲利潔 想什麼勞氣 繼續攻擊我 其實我不知道你說哪個攻擊我 我仍然都是 仍然自由自我 永遠高唱我歌 你知不知道 今早 我在家裡想掛一幅畫 因為我的幅畫很大的 戴油畫 我老婆結婚的 我又不想轉爛一幅牆 因為很輕 我就找我的勾 有些勾 有幾口有釘 拍下去 可以勾五公斤 我看一幅畫 找不到徐仔 我真的這樣 睡覺試完 握緊一點 一定要握緊一點 我怕他會散 握緊一點 當徐仔用 撞 所以你繼續勾我 WELCOME 我還要再次脫褲 再次脫褲 撞得好 撞得像嗎 休息一會 我一樣是先撞了 撞你羅姆 撞你羅姆 就是 喂 你不是時候來挑剔的 就是 剛才誰說葉子晴 葉子晴 即是 Drama Cantonese 我一樣是先撞了 撞你羅姆 就是 喂 你不是時候來挑剔的 就是 剛才誰說葉子晴 葉子晴 即是 Drama Cantonese 而我發覺 我昨天很久沒有上學群組 我發覺 他可能很得意 Drama Cantonese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人 你這麼冷靜 我就說浪費時間 就像Drama Cantonese 那些Haters 我就想說一說 我的心結 這是我的心結 話說有一條粉腸 叫做Drama Cantonese 其實長期以來 由以前到現在 有一條 含家產 叫做Drama Cantonese 有什麼奧妙 是一個身份 我見到我們的襯家 Drama Cantonese 整個Drama Cantonese 這節目 現在已經馬上被人偷了片 又是你的朋友 Drama Cantonese 就無所謂了 還有一個 我們出了第三張圖 這個叫葉子晴 其實Youtube叫做Drama Cantonese 他經常幫我 什麼傻丟馬建賢 廢人賊 欺從林康正 其實你要改了我們什麼名字 都無所謂 我是廢柴 我們廢人賊 你最厲害 完全無所謂 Drama Cantonese 葉子晴又是怎樣出現 有一陣子 他拿不少網台的片 直接copy and paste 甚至標題 直接copy and paste MHK的啤梨漫步年代 如果是我們來的聽眾 都知道 我們六節 不是每節都可以免費重溫 要付款會員制度 他把六節全部放在他的頻道 可能他要賺到錢 他要賺到錢 有一次 其實最初沒事的 完全直接把我們的片放在他的頻道 蓋上標題 叫做魚木混珠 他經常偷片 這個人 好了 也有追求你們的片 有試過 經常偷片 好了 也有追求你們的片 有試過 他也偷不同台的片 有沒有偷你的片 我都不偷 是 屌你了 他也有偷 又是當他留你 我真的明白 不要這樣 人家要慢慢放下 你要叫他 告訴他 有時這些主持 可能言語間有點過火 有時是為了節目的娛樂性 你們要考慮這些 這也是Bernie的性格 那你想一下 放片 那被人吵是否正常 一時啤梨也拿來吵 你知道啤梨一吵 就是早中十八代 甚麼都會出 好了 你偷片被人吵 其實都天經地義 最好是啤梨 就過份一點 你可以找我 我幫他出頭 我看著被啤梨吵的人 很過份 我見過很多次 我實在幫他出頭 你找我便可以 又是放下自在 我不知道你是男還是女 初初有些人以為何志光 我看不像 惡如初初都以為是 我說不是 前陣子又投訴到 MHK 又接台 好了 老友 現在我剛在外面說 回去公司 跟Youtube這邊滑船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們MHK TV的 Youtube Channel 1 突然之間 直播了 整條頻道下架了 幸好我有個拍檔幫我 我手就立即做了這個評 在三點鐘左右 我們就收到一個電郵的通知 是三點零零 三點零零pm 我們其中是MHK YouTube Channel 1 的一條影片 就是林康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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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Betty 那時蘇柔美老師 一起做過這個 《究極AV教室開吹》 這個節目 其中是16集的Part C 這個節目裏面 就是講些甚麼呢 就是這件事 不過其實我 初初 第一次我留意 Emilia 都留意她EQ 多高 那時不斷攻擊 還說我們 你以為這些女生 在更年輕人攻擊已經懂得這樣EQ 其實是少的 男女也是少的 就是這樣EQ 所以你再記得今晚 大家平時都看了寫的 就是大家未必適合她的角度 就是未必喜歡 但是最少是都可以表達到 但是表達到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說你說表達一些 如果我覺得你一個價值觀 為什麼我要去倡議這個價值觀 因為她不是主流 如果她是主流 就是每個女人就是雞 什麼瘦就是好 那這些所謂主流 如果每個女人就是雞 我破了產 假如 這些是主流的價值觀 假如我宣揚的那些是主流的價值觀 那我不用宣揚 我宣揚可以 因為她不是主流 那不是主流一定會被人罵 對不對 沒有人罵你代表他做不到事 如果你宣揚的時候 等於你說剛才那些親家 一開始那個什麼 行李啊 隨便吧 那個人說什麼上來打你 那些什麼 就是如果你做一個節目 他不是上來打我 他吹雞叫人打他 他自己又不上來 又不給錢 就是如果你做一個節目 就是你做一個唱意者 是沒有人罵你的 你要反省一下自己做什麼 你完全沒有人罵是沒有人罵的 你完全沒有人罵的 你完全沒有人罵任何人 你那些東西是完全不隔身的 完全沒有任何 新的意義 完全沒有人罵任何人 你才會沒有人罵的 所以一般人在說什麼 你被人罵什麼什麼 其實這樣當然不是說 我去殺了一個嬰兒 無辜地殺了一隻狗 之後被人罵的那些 那些當然是抵鬧的 但是我自己又沒有做錯事 我只是說我自己想說的 我講完之後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又沒有害人的 然後你罵我 那這個其實是好事 代表有回饋